嗨 各位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當然也喜歡在這裡旅行 想更了解這裡的一切一切 主要還是賺錢啦 目前我是在東京上班 公司是台灣老闆 我就是小小社員 幸運的是我進了這家公司 自由度很高 主要是在家工作 比較少有所謂的聚會 但是如果公司有活動出展時 我每一天都必須到哦 你問我累嗎 每份工都會累啊 工作本身不累 累的更可能是 應付各種人物心必須要很強大 所以在日本生活 真的要很正面哦 還有就是要看看一些 這些都是我要學習的地方啦 不知道你們喜歡怎樣的主題呢 反正我會拍關於這裡的生活 不會每天出去玩 我會跟大家分享 我每天在家的生活 或者偶爾出門時會去哪裡啊 可能不會很光鮮亮麗 但就是那個住在東京的 比南郎 跟吃脫離不了的啦 如果你是馬來西亞人外的觀眾 請盡量留在不調整的華語 我盡量把我向表達的表達出來 但一定會不要說比南強 哈哈 對了 先打一支搶心針 馬來西亞人說話的特質之一是 一句話裡面有好幾種語言穿載在一起的 我自己的感想是 這並不是語言能力好才這樣子 或者是語言能力不怎麼好才會這樣子 因為學東西都沒有學得太深入 和習慣用自己習慣的詞去表達 以如謝謝 我們不會說謝謝 我們會說 thank you 不是 thank you 是 thank you 喔 很有趣吧 馬來西亞棒棒 喔對了 我愛吃甜點 尤其是冰淇淋 更愛烘焙任何甜點 蛋糕 很想吃個蛋塔等等 如果住在東京的你 也喜歡這一類的話 可以email我 我們一起研究研究喔 今天的自我介紹就先這樣子吧 看到這裡的你 謝謝你 thank you哈 希望你們會喜歡 記得記得訂閱起來喔 我們下次見 bye 哈哈